西蒙三名国会议员发布联合文告承诺 如果西蒙在来届大选执政 将会继续彻查滨海战舰采购案 诚信党通讯主任卡丽莎默批评 弊案揭露至今没有领袖初来认错 如同贯彻那级无耻运动的精神 而战舰案凸显时任国阵政府 只会贪污和照顾彭党 完全无视海军和渔民的利益 甚至典荡国防安全 他也强调当局只是提供 莫什德海军造船厂BNS的前执行董事 阿默难利益人并不足够 当时涉案的部长与首相 也必须受到法律制裁 但是我们希望 民主的保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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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有的人 都在做最重要的决策 要保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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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些事 不够多 在马来西亚